年夜饭餐桌上必学的24道家常菜 学会全家夸你是大厨 第一道 这是一道人气很高的家常菜 做法简单又下饭 看一遍你就能学会 豆腐干切成厚厚的薄片 芹菜切断备用 油热放蒜片辣椒一勺豆瓣酱 大火翻炒出香味 下豆腐干一点老抽再翻炒上色 放入芹菜黄豆芽洋葱 盐和鸡精生抽调味 然后开大火翻炒至香味融合即可 好吃又开胃 第二道 想吃酸辣柠檬鸡爪 在家就能做 想吃多少做多少 再也不用担心吃的不过瘾了 五块一斤的鸡爪 冷水下锅 加料酒煮15分钟 捞出过凉水 加蒜末小米辣香菜柠檬 一袋太式风味汁 抓匀腌制两个小时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柠檬鸡爪 酸辣爽口 一口一个好吃到停不下来 第三道 我加三个小姨子 每次没胃口都要我炒个这样的牛肉 酸辣开胃 一口气能吃三碗 牛肉我们先改刀成厚厚的薄片胭脂 放老抽生抽 蚝油胡椒 再放点食用油抓拌均匀 锁住水分 再来上一点这个泡椒油 热牛肉下锅快速划散至七成熟 再捞出备用 重新起锅 泡椒姜蒜下锅爆香 再倒入牛肉调味 放蚝油鸡精 再来一把大蒜叶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你的小姨子吃饭没胃口 你就炒一个这样的牛肉给它吃吧 第四道 干锅扇鱼 在家像我这样做 味道一点都不输外面饭店的 扇鱼改刀成小段 下锅 给它慢慢煸干水汽 再放姜蒜小米辣炒出香味 一袋紫酥酱 翻炒出香味后 来点清水 再给汤汁收浓稠 倒入黄瓜条青红辣椒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出来的干锅扇鱼 好吃又下酒 学会了你也去做一个吧 第五道 很多人都知道 广东潮汕的卤水非常有名 今天分享一个 特别好吃的卤水粉肠 香味十足 而且做起来也很简单 首先挑选新鲜的粉肠 要选用这种 里面的粉是乳白色的 才不会发苦 放一勺面粉和清水 抓洗几遍就很干净了 然后冷水下锅 放葱姜料酒去腥 焯水后再捞出来 放入锅中 潮汕卤水好吃的 关键就是这个卤汁 加几片姜和适量清水 后盖煮开后 转中小火炖40分钟就可以了 香味扑鼻 卤完的卤水千万不要倒掉 可以卤点老公爱吃的配菜 越卤越香 这样做的卤水 想吃什么就卤什么 简单又美味 喜欢吃你也做起来吧 第六道 孩子上学很辛苦 聪明的妈妈经常都合作着 口膜滑牛肉 它不仅是营养丰富 孩子们也特别爱吃 首先把口膜切薄薄的后 水开加一勺盐和食用油 倒入口膜 加一点细兰花 营养更丰富 烫30秒捞出 油热倒入牛肉 给它快速滑散 炒至变色 倒入口膜和细兰花 一点生抽调味 大火翻炒均匀即可 这道菜鲜香滑嫩 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 第七道 天气渐渐转凉 又到了吃猪脚浆的季节了 对我们女孩子真的特别好 吃完全身都是暖暖的 猪脚冷水下锅 加葱姜 料酒 焯水煮开 撇去浮沫 捞出来用温水清洗干净 倒入锅中 把水分炒干 炒至表皮焦黄即可 再放入老姜 炒出水分 给它炒出香味 然后把猪脚和生姜 一起倒入锅中 再来几个鸡蛋 倒入广式糯米甜醋 没过食材 无需加一滴水 小火慢炖一小时即可 浸泡一晚上更入味 想吃的时候加热一下 猪体软糯而不腻 酸酸甜甜的 太好吃了 第八道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 往玉米面里打入几个鸡蛋 能做出这么好吃的美食 今天就把这个做法分享给大家 240克玉米面中 加80克白面 翻拌均匀后 放三克酵母 加一点白糖 打入三个鸡蛋 适量温水 调成这样细腻 无颗粒的面糊 盖盖子醒发20分钟 醒发好里面都是小气泡 顺着一个方向搅拌排气 电饼称不用刷油 倒入一勺面糊 小火烙至两面金黄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小饼 蓬松轩软 香甜细腻 特别好吃 美食自己做 家人吃得健康 第九道 以后要是想吃椒盐大虾 你就像我这样在家做 椒香酥脆 好吃到停不下来 首先大虾洗净 减去虾头 再加多一点的淀粉抓匀 抓至大虾表面裹满淀粉 油温六成热 倒入锅中 中火慢炸 炸至金黄酥脆捞起 锅留底油 蒜末炒香 再倒入炸好的大虾 撒上椒盐粉 最后再来点洋葱 青红辣椒末翻炒 两下出锅 第十道 你要是吃啥都没有胃口 就试试这个水晶菜团子 里面满满都是膳食纤维 锅中水烧开 加勺盐下入菠菜 这不能去除菠菜里的草酸 焯烫个两三分钟后捞出 然后放到菜板上 切成小段 放到大碗中 接着加香菇丁切碎的葫芦丁 炒好的鸡蛋碎 接着加一勺虾皮 调味就放盐 十三香蚝油和一勺料酒 再放一勺面粉增加粘性 用筷子搅拌均匀 接着用手团成大一点的丸子 像我这样就行 再放到玉米面里 多裹上几层 然后放入蒸锅中 水开计时蒸八分钟 哇塞太香了 每一口都是满满的膳食纤维 第十一道 你要是想吃豆腐了 教你不用煎也不用油炸的 做法简单 拌一下都特别的好吃 老豆腐一块 不要用刀切 用手随便掰成小块 然后锅里加勺盐 用热水烫一下豆腐 这样可以更好地去除豆腥味 然后沥干水分 再加蒜末辣椒面葱花 用热油激发出香味 盐就不要放了 来一勺生抽香醋鸡精和白糖翻 翻拌均匀即可开吃 第十二道 牛奶和鸡蛋烤一烤 竟成了焦糖布丁 超嫩细滑 入口即化 奶香浓郁 大人小孩都喜欢 碗里打入两个鸡蛋 加二十克白糖 一百二十毫升牛奶 搅拌均匀 过滤一遍更细腻 撇去浮沫送入烤箱 两百度十五分钟 真的太好吃了 第十三道 这才是干锅土豆简单好吃的家常做 香辣十足 特别下饭 土豆切成稍后一点的片 油热下入土豆片中 小火煎至三面金黄 被油花肉煸炒出油脂 放葱姜蒜 干辣椒 一勺豆瓣酱 大火炒香 放入土豆片 洋葱丝 葱段盐 鸡精 生抽 蚝油 翻炒均匀入味 这样做的干锅土豆香辣入味 好吃又下饭 第十四道 为什么酒店里巴巴一份的蔬菜沙拉 那么清脆爽口好吃呢 因为他们的制作顺序很讲究 首先我们把地里摘的草莓切两半 生菜切小段 紫甘蓝用手撕的口感会更好 再用冰水浸泡十分钟 这才是蔬菜沙拉口感爽脆的关键 泡好的蔬菜放入碗中 加草莓玉米粒 浇上沙拉汁翻拌均匀 这样做的蔬菜沙拉 可比大鱼大肉好吃多了 第十五道 往猪肉里倒入一盒喝剩的牛奶 您即将得到一份 比豆腐还嫩的黑椒猪排饭 小朋友一周吃八次都不腻 营养又美味 猪排用叉子叉一叉 再用刀背敲打几下 这样方便入味 吃起来口感也不易 重点就是放入半盒我家的牛奶 蛋白霉会软化肉质 腌制放洋葱和一袋非椒原料 用它腌牛肉鸡肉五花肉都非常的好吃 抓匀腌制一个小时 腌制时间越长越入味 平底锅刷油 放入肉排 全程中小火 两面各煎一分钟左右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黑椒猪排 不仅口感热 而且非常好吃 想吃你也做起来吧 第十六道 我做梦都没想明白 五花肉放锅里蒸一蒸 竟然这么好吃 而且做法还特别 担心把五花肉蒸到 用筷子轻轻插进去就行 趁热切成厚厚的薄片 烘碗中放蒜末 洋葱末 姜末 香菜 一勺生抽 爱吃辣的放点辣油 再搅拌均匀 五花肉这样做 原汁原味 配上料汁 好吃的停不下来 第十七道 孩子要是想吃香喷喷的 卤鸡腿 不用去饭店 我教你在家 就能做好吃到舔手指 锅里放超好水的鸡腿 煮好的鸡蛋 再放葱姜 六个干辣椒 生抽老抽 蚝油盐 鸡精 黄豆酱 冰糖卤料包 加满水 炖四十分钟 这样做的卤鸡腿 肉质鲜嫩 软烂入味 孩子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第十八道 清蒸鲁鱼 到底怎么做 才又嫩又没有腥味 其实很多人 第一步就做错 今天我告诉你 正确地做 八元一斤的鲁鱼 打上花刀 加入葱段 一勺料酒 涂抹均匀 腌制十分钟 蒸锅上汽 蒸八分钟 把蒸鱼的汤汁倒掉 这是鱼肉不腥的关键 浇上一勺热油 把它的香味激发出来 淋上白灼汁 这样做的清蒸鲁鱼 肉质鲜嫩 大人小孩都爱吃 第十九道 今天被家里的小孩夸了 说我做的盐焗鸡 做得比饭店的还好吃 下面十秒教会 大家这个懒人做法 走地鸡 先用开水给它洗个热水澡 加入一包盐焗粉 再来一勺花生油 用我的左手 给它里外涂抹均匀 腌制三十分钟 电饭锅底铺上姜葱 放入腌好的鸡 倒入腌制出来的料汁 电饭锅焖上五十分钟 就可以出锅 这样做出来的鸡 人家老小都爱吃 第二十道 再加三十块就能搞定 烤鱼店一百多一份的烤鱼 学会了你可千万别到处跟人讲 草鱼打上花刀以后 放葱姜料酒 给草鱼里里外外涂抹均匀 腌制五分钟 你水开 隔壁邻居喜欢吃的配菜 下锅超时 捞出来放入带洋葱的盘底 重新起锅 撒点盐草鱼下锅 草鱼一面煎至金黄以后 悄悄翻个面 给另外一面也煎至金黄 倒出来将蒜子小米辣下锅爆出香味 倒入一袋烤鱼料 炒出红油以后 加入一罐冰啤酒煮开 倒入青红辣椒锅 烧个二十秒 然后倒出来淋在鱼上面 撒上干辣椒花椒孜然粉 淋上热油激发出香味 撒上黑黑的白芝麻就可以了 这个草鱼 你记得叫上隔壁邻居一起吃 第二十一道 很多人把这种鱼捡回去 煮出来一股泥腥 为下次照这个方法去煮 汤鲜味美 而且还没腥味 买回来的黄鸭脚 我们打上浅浅的花刀 油热两个公鸡蛋下锅 煎至两面金黄 捞出来备用 重新起锅 油热撒上一点盐 再把黄鸭脚下锅 两面煎出香味以后 再放入老浆 来上一圈白醋 再来上一大碗清水 煮开以后 再倒入野山椒和煎好的鸡蛋 最后调味 只需要放盐胡椒粉 入青红辣椒圈紫苏叶 煮个十几二十秒 就可以出锅了 下次你要是捡到这种鱼了 一定要照我这个方法 去试一试 汤汁泡饭 干个三碗都不是问题 第二十二道 很多人莲藕买回去 只会切片炒着吃 下次这样切了炒的事 吃肉还香 山上挖回来的莲藕 改刀成片以后 再切成条 水开放点白醋 莲藕下锅煮 煮至七八成熟 捞出来备用 锅里油热 放入蒜片 干辣椒爆出香味 再倒入莲藕调味 放盐 蚝油 生抽 老抽 翻炒入味 翻拌均匀以后 再来上一把老公爱吃的韭菜 随便翻炒几下 就可以上桌了 这样炒的莲藕 脆嫩开胃还下饭 你拿肉来我都不换 第二十三道 再加炒莲笋 千万别直接下锅 像我这样多做一个步骤 酸辣脆爽还下饭 莲笋我们先给它改刀成片 然后再改刀成段 切好的莲笋加盐 给它抓拌均匀 杀出水分 这样处理过的莲笋 会更加的脆爽 加入清水 清洗掉多余的盐分 再控干水分 锅里油热 三块钱的五花肉 下锅炒出香味 再倒入小米辣 野山椒 黄贡椒蒜片 也给它炒出香味 倒入莲笋条 喂放鸡精 蚝油一起给它翻炒均匀 翻搬入味 最后来上一把葱段 翻炒个五六七十八下 就可以出锅了 以后家里莲笋 你就像我这样炒 爽脆开胃 学会了就赶紧回去 你也炒一个吧 第二十四道 吃鱼没有紫酥 就像吃饭没有菜 这样做的鱼头汤汁泡饭 我差点连碗都吃了 鱼头我们打上花刀 油热锅里撒点盐 这样煎鱼的时候 才不容易粘锅 你看是不是很丝滑 煎好一面以后 我们翻过来 把另外一面也煎一下 两面都给它煎好以后 放姜蒜末 小米辣 一包好吃的湖南紫酥酱 少不了 加入一罐啤酒以后 给它焖个七八分钟 最后撒上葱花就可以了 以后要是捡到鱼头了 你就这样做一个试一试